2019年12月份的天象剧场好戏联台 双子座流星雨极大 日环时 金星合约等多个精彩天象将会轮番登场 据天文专家介绍说 12月14号晚 双子座流星雨迎来极大期 双子座流星雨是法厄童小行星造成的流星雨 每年法厄童小行星都会经过地球附近 受到地球引力影响 行星掉落的碎片会落入地球大气层 然后被气动加热燃烧起来 形成一颗颗流星 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工程师胡方浩介绍 当天气晴朗时 大气透明度高 中国各地乃至整个北半球任何地点 都可观测到双子座流星雨 这一次流星雨它的辐射点正好位于 双子座的一个亮星北号二附近 所以我们称之为双子座流星雨 双子座流星雨它的极大期会出现在 14日到15日之间 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它极大期的持续时间非常长 它这一次的天顶出现率 可以达到150 大约15日凌晨2点的时候 这个辐射点达得最高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是我们看到流星数目最多的一段时间 胡方浩告诉记者 由于受月光等因素影响 很多暗流星很难观测到 我们这一次的观测 受到月光影响非常强 运气好的话 我们每个小时 大概能看到20到30颗吧 而且这一次的月球 正好位于双子座附近 所以很多暗流星看不见了 据了解 12月26号 日环石还将在天幕秀身姿 当日环石发生时 太阳的中心部分黑暗 边缘明亮 形成一道美丽光环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